菲律宾能源部宣布,将启动新一轮能源开采合同招标,以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 此次招标将包括11个油气勘碳区域和15个煤炭勘碳区域。 其中部分勘碳区域位于非中两国在南中国海存在主权争议的海域。 菲律宾政府说,这次招标的油气勘碳区域约为480万公顷,煤炭勘碳区域约为87000公顷。 能源部预计,这轮招标将吸引至少1亿6800万美元的投资。 中国外交部尚未就此事发表评论,2012年,菲律宾曾经在南中国海推出15个油气区块的勘碳合同招标,此举遭到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 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此次菲律宾在刚刚闭幕的东盟峰会期间再度提出争议海域的能源招标, 是希望这次峰会能够给予中非领土主权争议更多关注。 5月10日到11日,东盟各国在缅甸首都内比都召开峰会。 菲律宾总统阿基诺此前表示,将在峰会上公开提出南中国海主权争议问题, 并呼吁各国支持菲律宾寻求通过国际仲裁解决争端的努力。 不过,峰会在声明中并未提及中国,而只是呼吁各方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不要诉诸武力。 在另外一方面,菲律宾检察官5月12日在一家环境特别法庭指控9名中国渔民非法捕捉555只宾威海龟。 另外,两名被捕渔民因为尚未成年而免于起诉,将被送回中国。 中国称,这些渔民在中国领海作业,要求马尼拉立即放人。 而菲律宾则说,他们是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从事非法捕捞。 美国之音VUA卫视报道。